我们在家里面很舒服的度过了几天 然后就觉得实在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所以今天就出门了 出门就下雨 然后我们今天的计划本来是一起很浪漫的看海 现在就变成在宇宙很浪漫的看海 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一个景点 就是这个城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战桥 非常多的海鸟停在上面 估计以前是能上去 但现在已经不让上了 这边入口已经被封死了 对 所以我们来了 然后也看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 123 看完了 它这个海边有一个沙滩可以下去 所以我们开始去沙滩上走一走 看狗狗在那边刨沙子 它在玩那个东西 抓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好乖 自己跟自己玩 还挺美的 狗狗在这里 它不是剪影 它只是黑色的 它只是太黑了 听 还哭的声音 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 却还不清醒 写封信给我 就当最后约定 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 是怎样的心情 我没有转过一身看 最后没有人在看你吗 有 我实在是有点冲不下去了 可以看那边有那种大的船 就是渔船 就是渔船 对 还是小心看那边有点 也有可能是捕蟹船 捕蟹 这个彭塔阿雷纳斯是有捕蟹的产业的 因为在北极跟南极 就是特别接近极地的地方 就会产那个帝王蟹 是那种腿很长的 对 那我们不就可以去吃吗 可以啊 查一下在这哪个家餐厅有做的 然后感受一下跑来极地吃 帝王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话都没有说完 要出门的结果 说 你说 那这里的天气就是瞬息万变 那你在这里就是要学会适应这种天气 我们不是带了雨衣吗 现在街上没有任何人 我们两个全程为二的中国人 就穿着雨衣在街上瞎走 也不知道要干嘛 就跑了些时间还没有到 现在我们打算找个地方躲一下 你那个往前摊一下 你感受一下这个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这座空城 商店全关门了 商店也不开 我们现在都找不到地方待 哎呀 押韵了 大风大雨的还特别冷 这跟热带的雨还不一样 巨冷 浪漫 可能这个是一家 这家店不错 这不是那个人吗 对啊 还挺漂亮的 你别滴到人家书上了 这个挺好看的 他们那个头上的那些彩色的是有线 是刺绣 头是刺绣的 这些都是商品 都有价格 1100块 它是一个刺绣的话 分层次的 这整个就是一幅刺绣作品 就是这种巴塔哥尼亚的田野和小房子 这幅画的意思是 大家看起来是一样的个子 但有的人是很有背景 有的人很有背景 这边有一个区域是一个大师的作品 然后我们两个都超喜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呢 它会画一些传统的这种画 同时呢 这个人所有的创作都是基于在火地岛的原住民 就有一个民族 他们就画独木舟的 对就是说它会有一个这样的画 但是呢 其实这整个才是它的一个创作作品 它下面还会结合着这种 比如说立体的符 符的纸雕 纸雕 然后还有这种 也是一种颜料画上去的 然后你看这也弄了一个框 就整个这样是一符它的作品 然后它每一个基本都是这种的 看这也是上面有一些暗纹的纸雕 然后中间就是那个人 旁边也一样 你看这边还有用这种纸雕 这种是压出来的一个人 好好看好想要 但是我们问了 它不卖 转眼我们就已经来到餐厅了 然后我们这次选的是一家当地算比较好的餐厅 然后它比较有名的是可以点到新鲜的整只的帝王蟹 并且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上菜了 已经是一个完全剥好的 然后用腿围着一圈中间是它那个里面的蟹肉 我这是一份蒜蓉里集 这样子的一盘人民币要八十多块钱 还是蛮贵的 然后这是一份奶油卤笋汤 这一份要三十 我觉得就在餐厅算正常吧 然后呢 但是这一份帝王蟹整只剥好的 这样一份是一百六十块人民币 我觉得相比这的物价 包括这个餐厅的消费水准来说 还算是便宜的 就是说在产地吃帝王蟹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重点是新鲜 因为可能我们在国内吃 就是运到你的那个餐厅都已经是冷冻过很久的了 而且我们特意选择了一个有镜子的座位 这样就好像我有两份比方切 它是这样的一整只系 然后它就有配了这种柠檬汁和这种酱料吧 美乃滋什么拌这些酸的东西 我先尝一尝它本来的味道吧 嗯 腿剥的很完整嘛 嗯 哇 幸福 你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进行一个评分 口感上蛮有嚼劲 味道上就不是很重 带一点点的鲜味 基本没有做调味 基本就是吃螃蟹本身的味道 因为我们在日本之前吃过那个蟹到乐 但是等于是给你做了很多的料理和蟹 但这个就感觉是你就是吃食材 对 其实你在家里买螃蟹吃 和吃这整只电王蟹的味道上 我觉得不会差特别多 嗯 但是 包括我们去日本吃那种螃蟹和在这吃 就是这种很爽的感觉 不用一直再扣扣扣扣出一点 就是还有些心理上的满足感 大家欣赏一下 这一步是很重要的 吃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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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柠檬汁 鲜味有被再再度的提升吗 嗯 就是更丰富了味道 就是有点酸酸 哈哈 酸酸的 哈哈哈 啊 语文造诣太高 哈哈 好吃 太难形容了 太难形容了 美食博主真不容易 嗯 好吃 是啊 我尝尝这个酸吧 如果你喜欢更有料理的感觉 然后吃起来更有吃快餐的感觉 是 是吧 可能吃炸鸡腿什么那种的 你就会用这个酸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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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满足吗 今天的约会满意吗 大口血肉 帝王 帝王燕 帝王之约 帝王燕 帝王之约 哇 一丝丝丝丝都可以 然后中间这个 这个腿 拔开以后就全都是里面的身体 对是里面身体里的肉 哇 还挺多的 而且你想给你这么好好的全部都拔好 是 这个时间也值钱 这个时间也值钱 嗯 哇 好爽 嗯 嗯 帝王蟹真的挺大的 帝王蟹的这个腿肉 是 就是跟那个蟹 就是普通的螃蟹的蟹前 最大的那个前色的肉一样 我觉得比那个还大 蟹前只有这么 就是只有这么长 没有这么长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 八个腿 没有骗我 没有偷我的腿 然后里面的肉 里面的肉也比我想得多 嗯 从身体里剥出来的肉也比较多 然后它扣成了一个小碗的那样 嗯 不错 挺好的 给你尝尝 好 可以了吗 哈哈 好了 让你来电瓶吧 来尝吧 大家只想看螃蟹 没有人想看你 尝一尝尝尝身体 你先尝一点点那个 就是本身的肉 然后你再加点那个 哎呀这条菜多了 没事没事 吃吧 哇 真的是太爽了 吃帝王蟹的快乐就是这种爽感 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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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的味道比 那个身上足一点 嗯 腿的那个穴味更足 然后确实是像你说的口感更好 嗯 但那个肌肉的那个纹理的感觉 嗯 嗯 再说出一些其他的 嗯 然后颜色也更新鲜一点 嗯 嗯 很完整 巴得不错 然后加上这个胶 啊 嗯 你的手怎么在抖 好吃哈 它这个酱的味道调得很好 你觉得蘸了好吃还是不蘸好吃 蘸了好吃 蘸了好吃 对 嗯 嗯 第一次吃海鲜 我觉得好好吃哦 嘿嘿 这个螃蟹也太大了 我感觉跟我差不多大 可能不会 接下来 就要吃我了吧 采访你一下 今天感觉怎么样 今天感觉很自在 很享受 很愉快 让你吃到了你最爱吃的东西 因为你快乐 所以我快乐 这是我的海色 我们刚才吃完螃蟹 然后打车回了家 刚刚进到屋里 就发现天放晴了 立刻又打车出来了 放下东西就往外冲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城市的一个高处的观景点 但是可以看到整个彭塔埃拉拉斯 包括它的海边的样子 还是挺美 就在我们的身后 好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城市 那边那个有一个白色的尖顶的地方 就是我们之前去的武器广场 从那里就离海边非常的近了 然后哇天一情连海都蓝了你知道 当时那个看的那个渡轮 对那个位置就是出发的港口 南极的港口 渡轮在这个地方 一条主街走过来 然后沿着楼梯上上上上 就上到这里 然后从这广场 你看有人就坐在这里休息 然后看风景 回家的路上 经过了一片城市中央的公园 好慢啊 非常安全的 非常不刺激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去玩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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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Roy和苏 一对边旅行边唱歌边拍视频 边讲故事的神雕侠侣 关注我们 一起拥抱世界上的千百种生活吧 T lots 走 啦啦啦啦啦